有些口述電影的時候 他們常常把對白聲關得很小 這是不必要 這次你們的電影是成功的 因為你們並沒有把裡面的聲音 就是我們裡面的對白之類的聲音 聲音關小 這是對的 因為往往口述 為了要口述影響 他就把所有對白關得很小 我們都只聽到口述者的聲音 這也是不對的 說得太過細膩 然後只聽到他的聲音 還有一個 我們在說他心裡去的時候 還是要留給視障者一種想像的空間 因為我們人類是 我們的視障者腦筋是好的 他會想像 拿腦筋會想像 那麼所以 當然有先聽失明的 他沒有辦法知道 他的表情是什麼 那麼口述影響的時候 有時候要點一下 因為點一下他才能夠想像 他沒有能力自己想像 但是後聽失明的 只要你聽到那個聲音的口氣 他就會可以想像 那個裡面人的表情 這個是重要的 還有一個電影 我有一個建議 就是魚乾 最後的一個 最後一個螢幕 一定要留一點美感的餘味 也就是說想像空間 除了一個 西劇的大團員 給人家一種快樂的一個幸福感以外 恐怕有時候留一點 就是魚乾 就是美麗的魚乾給大家去思考 比如說 留一點說 一點點不美滿的地方 就是母親沒有出現 或者是哪也 也有一點點 我這是我的建議 可能是我個人的意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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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想要回應一下 剛剛黃博士講說 他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然後前 現在的女士長說 他有一些心理的戲的部分 那我是覺得 黃博士你可能沒有來過期 您來聽那個黃英雄老師的 來過 來過 我是公民記者好奇寶寶 我來過這邊做過 可能有兩部的 這個黃英雄老師在這邊做 做這個影像的 就是說 他用口述來讓 這個大家 來 市場朋友可以聽得到 這個 電影的劇情 那我是想說 給大家推薦一下 我剛剛以為你們不知道 所以我是想說推薦 我的 我的網站上面 有一個黃英雄老師的電影賞息 裡面有 所以可以的話可以去看看 謝謝 看過幾部 不好意思 那我是覺得 今天的這個 是非常好的一個電影 那也謝謝 那個黃華達也 希望大家也這樣一個機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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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人要提問嗎 好啦 我們最後是不是請 老師來一個訪問 做個結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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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